记者洪陈洪高雄报道,高雄市海洋局长王端仁因幸福安下台,高雄渔业界今天齐声声援并希望市长陈菊能未留,渔业界指出原本期待幸福进驻新达港也能服务远洋业者,如今因涉入炸带案,恐造成无人敢投资,这座文此港还有发展的一天吗? 高雄渔业界齐聚高雄区渔会,由高雄区渔会常务监视李吴明梅主持记者会,包括新达港区渔会,总干事郭展豪,林源区渔会,总干事刘瑞卿,理事长苏清俊,小港区渔会,总干事杨景富,弥陀区渔会,总干事林子清及永安区渔会,总干事黄英都出面,神圆王端仁,众人高举神圆王端仁标台 高雄区渔会理事长谢龙颖正在日本进行台日渔业合作活动,特地发表声明稿指出,政府本来就要协助厂商排除投资障碍,解决土地,水电,人才问题,如果王端仁拜访的是台积电,现在一路喊打,会声会影的乱象还会出现吗? 李无名媚肯定王端仁协助索玛丽亚海盗挟持渔民事件 刘瑞卿更语待耿叶细数王端仁协助渔民养殖业的经过,指他重振高雄渔业,连春节都没回家过年 协助渔民处理霸王寒流带来的憨害,王端仁下台令他不舍 郭展豪则回忆熊三飞弹物设想立身于船事件,王端仁积极协助罹难船长家属 日前船长近日还去探望家属,令人感动荒鹰 说永安土地时分情况很多,王端仁协助取得养殖登记证,解决领取补助困境 渔业建龙头最后齐声高喊,王局长加油,希望市长陈局能够未留,让王端仁继续为高雄渔业做事